作者 旺语 由丧子为您播讲 虽然呢 韩丽手中还有防御能力 远胜这青竹风云剑的其他类宝物 但是一旦被毁掉呢 可是无法修复的 自然不可能拿出来冒险尝试此禁止 不过纵然面上尽量保持平静 韩丽的心中却暗暗兴奋不已啊 太乙清光 这正是炼制圆河五级山中 一座级山的主材料 太乙清山所有的极光 虽然世间拥有太乙清光的一宝 并非只有山峰状的太乙清山 但是此地尽致 既然可能是真仙所留 毕竟从上古时候到现在 都能保持威能不变 似乎也只有源源不断 提供太乙清光的太乙清山 才能做到此地步了 如此的话 韩丽若能得到此山 第二座极山 岂不是大可期盼了吗 韩丽暗中这般思量 反冲此女淡然地说了一句 这太乙清光果然犀利 不是你我二人可以破除的 还是等候石坤道友到来 我们三人联手再破除尽致吧 刘水儿满口赞同 小妹也是如此想 我们就在附近一起找出落脚地 先调养生息 养清蓄日一番再说吧 好 于是两个人稍微又商量两句 顿光一起往某一方向 再次鸡舍而走 一小会儿功夫之后 两个人在千里之外的空间处 向下方落去 纵然此处风沙不小 但是流水儿单手一扬啊 早就寄出了一颗黄蒙蒙的圆珠 此珠子滴溜溜一转之下 立刻放出了一片清光 把韩丽和此女同时照在其中 附近风沙在黄光一扫下 顿时荡然一空 韩丽和流水儿缓缓飘下 最终落在了一个倒塌大半 只剩下小半存在的破旧的殿堂里 半个月之后 天边尽头处光芒一闪 一道淡淡顿光浮现而出后 冲着此处击射而来 几个闪动之后 在韩丽二人藏身的电雨上空 灵光一脸 现出了一名身材高大的人影 正是那石剑族的石坤 不过此刻这位大憨呢 面色有些苍白 双目神光暗淡 似乎元气损伤不清的模样 石坤并不着急朝下方风沙中 一落而去 而是警惕异常的四下一张望 确定附近呢 没有任何异常 在手中翻出一个法盘来 他凝神往法盘上细望一二 提表黄芒一闪 一声不吭地朝下方一落下去 下方黄蒙蒙的沙粒 击打在大汗的护体灵光上 发出金属般摩擦的异响 却无法将其奈何分毫 但是当石坤方一落到电雨处时 韩丽和刘水儿早已早早地 在入口处等候了 刘水儿一看清楚石坤的样子 有些吃惊 师兄 你气色如此之差 莫非路上碰到什么麻烦 石坤一见韩丽二人 神色鲜味之一松 随之苦笑起来 何止是麻烦呢 石某这次差点 小命不保哦 他身形一个晃动 人就木然到了 韩丽和刘水儿的面前 韩丽缓缓地问道 难道石道友当初 没有甩开那些凶虫 韩丽记得很清楚啊 当初追逐大汉而去的那一对凶虫 正是和追在他身后的一般的银巢虫 若不是强行击杀干净 的确很难摆脱掉的 大汉有些咬牙切齿地说道 那些凶虫虫虽然难缠 但是我施展家师传授的一种秘术 他们还不至于让我如此狼狈 我是在路上碰到了血吼族的人 被他们足足追杀大半个月之久 才终逃得性命啊 啊 血吼族 就是那群只能施展兵属性神通 并认为兵属性才是世界一切神通的本源 疯狂仇视修炼其他一切神通的疯子种族嘛 不错呀 就是这群疯子 此族别看 整体实力不过中等而已 并且人人都不可理喻 但论起各企战斗力 丝毫不下与海王搅吃这种大族中的高阶存在啊 此族以前只生活在雷鸣大陆极北之地 因为泰国偏僻 很少听说过广寒令进入广寒界的 没想这一次不但进入此界 还让我倒霉给碰上了 哎 石坤恨恨地说道 韩丽因为翻阅过相关典籍啊 自然也知道血吼族的一文 文言和流水儿互望一眼 只能大叹大汉的不幸了 以这大汉如今的情形 自然不适合马上和他们二人一起去破除禁止 于是三人略一商量 准备在等上五六日 让石坤恢复下元气 再正式地开始行动 当然了 韩丽也顺口呢 把脚吃足就和他们相隔数万里之地的事 告诉了石坤 大汉文言大嘴一脸 有些无语的样子 五六日的光景 一晃即过 在此期间呢 韩丽的傀儡和流水儿的灵兽 一直没有发现另一边幻树下的脚吃足人 有什么异常举动 仿佛这一干脚吃足人布下幻树之后 就掩其息骨 再也没有任何大的行动了 韩丽和流水儿等人 虽然不知道此足人打的是什么鬼主意 但自然是巴不得将此情形保持到最后 让他们能顺利地破除禁止 再悄然离去的 于是这一天 三人顿光无声无息地 从地面上一飞而起 直奔尽之处悄然而去 片刻的功夫之后 三道顿光再次出现在那团 白色光霞的附近处 韩丽三人身影显现出来 然后身形略意模糊之下 就诡异地一分而散 成巨大三角状 悬浮在下方的 禁止地边缘上空了 这时候 流水儿望了望韩丽和石坤 神情严肃地说道 想必破除步骤 两位道友已经熟悉于心了吧 下方禁止以太义清光为主 共分为三大层 狮一小虫 一虫比一虫厉害三分 必须一口气全部破开 否则只要在其中一虫禁止上受挫 行动迟缓的话 前面已经破除的禁止 马上就会恢复如初 导致前功尽弃的 当日段前辈尚未进阶 圣足 就以仗惊人的防御 和强大肉身 一口气破掉过前七重禁止 而我们三人联手 并且有原词之光 克制太乙清光的话 理论上应该足够破开全部的十一虫的 不过这只是加湿推断判断 具体情况只有到时候才知道 故而两位道友仍然需要加倍小心 显然破除禁止之事是以此女为主 韩丽听完流水儿之言 不禁笑了笑 并反问说道 我和石道友都是费了诺大努力 才来到此地的 自然会竭尽全力 不会让其功亏一篑 但当日 我与两位前辈当初的约定 柳仙子和石道友应该都清楚吧 这时候石坤在一旁听了哈哈一笑 韩兄放心 我二人都得过师尊的承诺 除了那几样家师和段前辈需要的东西 其余发现的宝物 各自看各自的造化 绝不会另加讨要的 韩丽听到此话 露出了满意之色 点了点头 下面流水儿见韩丽和石坤 没有其他话要说 单手在储物桌上一拍 结果五色光芒一闪 一件艳丽异常的小伞 出现在他的手里 此伞呢 不过半尺来长 五光石色 惹眼至极 石坤似乎认得此宝 神色位置一动 流水而凝重地 把此伞朝空中一抛 顿时 此宝化作了一团 五色灵光 往高空中激射而去 几个闪动之后 就在高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片刻之后 一片五色光霞 从虚空中一散而下 将方圆十余里 全照在其下 在霞光中 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符文 若隐若现 随之狂闪几下之后 就此溃散不见了 随之 整片光霞同样透明 模糊起来 最终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韩丽双目一瞇下 神情一扫而出 结果方一飞到 光霞消失的界限处 就立刻被一股 无形力量反弹而回 这一方天地 全被那五色小伞 所化的禁止 封闭了起来 但就是这样 流水而还未曾罢守 身上光芒一闪 有十几杆金光灿灿的震旗 从身上一飞而出 美感都精致异常 表面明印着厚厚的 震旗符文 他们一阵盘旋飞舞后 就纷纷化作金芒 没入到四周的虚空当中 顿时 十几道金色光柱 冲天而起 又一闪的隐匿不见了 另外一股陌生波动浮现而出 但若有若无 微弱异常 尽此情形 流水而心中一松 并笑着给韩丽二人解释说道 这件壁空伞 是加世一件得意至宝 可以遮蔽我等破除禁之时 灵压波动 另外一套阵旗 组成的金都禁灵阵 则是加世专门为此行 炼制的一件纯防御阵旗 即使圣洁初期存在 攻击此套阵法 也可以抵挡一时片刻的 石坤目光一闪之下 低笑说道 好 既然柳仙子如此做了 那石某也布置一些小东西吧 随后呢 大汗一张嘴 竟然从中喷出了十几团灰光来 每团灰光中 赫然是一只灰色圆环 总共十三只 围着大汗一阵嗡鸣之后 就同样一晃的诡异消失了 流水儿一眼认出了此环 目光位置一缩 阴破此母环 段前辈竟将这套质宝交给石兄了 石坤不动声色地说道 这套子母环功效别的没有 却可以专伤人的魂魄元神 不计防之下 就是圣族也可重伤其下 正好作为仙子 所布置尽致的补充手段 也好 如此的话 那些脚吃族真过来捣乱 我等这些手段也足以抵挡一阵了 韩丽眼中闪过一丝若有所思之色 但随之摸了摸下巴 淡淡地说道 既然两位道友都已经准备好了后手 我们马上开始破除禁止吧 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我们的行动越快越好 省得夜长梦多 韩兄直言有理 韩仙子 动手吧 既然两位道友都已准备好 小妹这边自然没有问题 接着此女单手一晃 手指间木然多出了另外一感灰色的小翻 翻起表面灰蒙蒙地 竟然有原词神光隐隐泛出 斗篷女子将手中小翻往身前一抛 单手掐绝口中念念有词 轰的一声之后啊 灰色光轮 一下从背后浮现而出 中间符文微微一转之下 光霞纷纷翻滚涌动 内感灰色小翻 一下与之呼应般地颤抖起来 并发出滴滴的嗡鸣之声 一见流水儿激发起了原词神光 韩丽和石坤互望一眼之后 同样施法起来 这一次石坤提表灰光大放之后 绣袍一抖啊 竟也有一块令牌状的宝物飞出 此令牌同样灰暗异常 但是前后两面各印着圆和光 两个上古文字 令牌徐徐一转之下 体型狂涨 就化作了丈许般巨大 这大汉随之毫不犹豫 单手一伸 五指一分按在令牌背面上 五指灵光一闪 令牌顿时灰光大放 表面两个古文 更扁得刺目耀眼起来 至于大汉本体身体 灰光光辖翻滚云涌 原词神光声势惊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